大家好,我是黃培恩 我參加的是生產的醫學專班 最後我總共錄取了陽明、美衣、長庚、高醫中國 還有布芳的醫學系 最後是選讀陽明的醫學系 在國中之前我曾經有過非常多不同 想要從事個職業 包括是護理學家、工程師等等 真的是想說要當醫生的是 到我上了高中以後 主要的原因呢 首先就是教員也是從事醫生的工作 所以我對這個職業很熟悉 因為我有這些機會可以去了解醫師工作的本質 所以也讓我知道說 醫師這個工作就是除了它穩定 可以幫助人以外 其實它在很多地方也跟我的興趣相合 像是它可以使用到很多的機器 它可以做很多的科學上的研究等等 有關我在準備這個面試過程中最困難的事情 我想可以分成三點 第一點就是說克服心理壓抑的部分 第二點就是要怎麼找到去年不足的地方 來加以補足 第三點就是很多大量的資料需要複習 要怎麼突然來排這個時間 首先因為我去年的遭遇 造成說我會很害怕面試這件事情 如果我去年都可以這樣子弱吧 那今年會不會再次的重演去年的悲劇 還好就是說在正在練習的過程中 看到自己的進步也會慢慢的有自信 第二點就是說要怎麼找到這個破綻 去年的我自己其實在面試前 我是對自己講話的這個 譬如說內容或是條例都相當的有自信 那也認為說基本上是勝選在握 但是結果是迎來那樣子的結果 今年來到政戰當然就是 我們要想辦法去找出不足的地方不足 譬如說課程內容也好或者是模擬 一次一次的幫我們就是練習 老師們都會給我們一些回饋 讓我們知道說哪裡可以再講得好一點 哪裡是已經不錯的 最後一點就是說資料很多 當然政戰在上課的時候給的資料很豐富 不論是說醫學的方面或者是一些貪圖的技巧 另外今年就是有肺炎的疫情 肺炎的疫情當然也不意外的成為 各醫學系在今年考試的時候主要的靠點 這麼大量的資料要怎麼拖善的安排時間 去把你們慢慢的吸收 然後怎麼樣的去整理這些內容 變成就是自己看得懂的東西 而不會說很雜亂 那我想這也是在這三個月準備的過程中 我努力去克服 那為什麼會選擇征戰呢? 首先主要是 當然征戰在這個個人申請 就是口試和背成的部分已經有很久的歷史 在不管說榜單或是 有上過的人的經驗來講也都是相當的正面 在選擇了征戰以後我才發現 就是他的課程真的是相當的有規模 不論說課程的安排 非常的有序 架構也很清楚就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應該要學到什麼東西 在正式上場前我們應該具備有什麼樣的知識 這些征戰都給了相當的充足 征戰給的內容其實對我來講都是相當的寶貴 因為它可以讓我就是 在面對每個題目的時候都可以想得更廣 想得更加的充足 一旦思考的面向完善 那其實講出來的東西內容也會變得豐富 有關征戰對我最大的幫助 我想可以列成三點來說明 那第一點就是他教委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那第二點就是他教委如何說講話更有條例 那最後一點就是他補充大家的資訊 首先特色的部分呢 征戰的老師都一直跟我強調說 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自己可以反覆名聲的特色 並且把它貫穿到所有我們的回答裡面 不論是說興趣的連結 或者是未來對醫療工作的影響 就是說我有這個能力 我有這個特質 那怎麼樣子可以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醫生 他們一直在反覆跟我們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去說服這些面試的教授說 因為我有這些特質 所以你錄取我絕對是對你們這個學校是有益的 要反覆的把這個特色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不管是面對什麼樣的題目 其實我們都可以想辦法去把它跟我們自己的特色連結 把它跟我自己的專長去做一個銜接 讓教授知道說原來你的專長可以用在這麼多不同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在說話方面 他們一直跟我們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講話一定要有條理 不能說我想到什麼去講什麼 當我慢慢的在課程進展的時候 我去回想說去年 其實我就發現好像我回答一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到什麼 然後我就把什麼講出來這樣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說我的答題的品質 征戰教我們就是要怎麼樣在回答一個題目前在腦中 就有說構思就有一個大港在那邊 這樣子不僅說不會跑掉 那可以緊抓住內容 那同時也可以連結到我第一連講的 想辦法在這些架構裡面塞入自己的特色 讓教授知道 第三點就是有關征戰在補充內容上 都沒有全國尋注嘛 那有所謂的每日一題的部分 其實每日一題雖然有時候說每題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那老師也會比較嚴格的來看出我們每個人的回答 但其實這樣子一直做了一兩個月以後 你會發現就是好像我的答題在思考方面能夠更完整 那我在思考的速度上也會更快 有關我去年參加的課程跟今年參加課程的分別 我想主要就是在課程的內容和它的安排上面 我相信重考班在學業的提升上有起專業 他也的確幫助我從53級變60級 所以我當然也相信說他會在面試上一樣做到這樣子的專業 但當我實際上了以後我卻發現 其實重考班的面試課程就是他辦了一些講座 然後叫大家都來拼 然後之後就是借給教師讓你分組去練習這樣 這一點像是征戰在知識上面其實提供相當的充足 不論是說講義啦或者是隨時補充的知識 那這些其實在去年重考班準備的時候都沒有說 這樣子提供給我們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練習的部分 重考班的時候他練習就是叫我們每個人分成小組小組 然後去個別的練習 但其實之後有一個很大的疑點就是 當我們逐漸跟組裡面的人變熟了 那其實大家彼此關係變好了 講一講就變成沒有在練習 那或者是說 忙點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真的就看不出來說自己的弱像在哪裡 這個時候也就會造成說 每個人都認為對方講得很好 自己也講得不錯 然後都信心他們的上場 結果就發現自己好像準備的是不太充足 那在征戰呢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那在上課的時候他給我們充足的知識 很多時候練習都是在課堂中 那老師即時就提問 那每個人都必須要講到話這樣 那其實這種過程中 我們講出來的話會經過大家的見識 經過老師的見識 訓練我們的膽量之外 也讓我們能夠 不要說那麼容易的就覺得 欸 自己好像已經講得很好了 其實自己 實際上是有很多的缺點可以留住的 有關這個考試要領活我 從兩個部分來講 那第一個就是 學成 那第二個就是 面試 我只怎麼樣在滿年內 可以從我13級進步到60級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要去清楚說 自己到底是 不擅長哪些科目 那自己的強項就是在哪裡 當然我們在準備考試的時間有限 時間很寶貴的情況下 要怎麼準確的去運用時間 去讓自己每一天都能夠達到 自己所安排的進度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 有關面試的方法 那首先就是 要找到自己的賣點 可以說賣點可以說是特色 那就是 想辦法找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反覆地跟教授強調 那當然也反覆地告訴自己 知道說自己的強項在哪裡 我們才能夠 知道自己以後 可以往哪個方向發展 那我相信 讓教授知道 你擅長什麼 也是他們會願意 一路取得來其他一個原因 在正在的課程中 我知道就是 所有的面試的題目 其實都是 醫療情景的包裝 那不管說是不是 有醫療內容在裡面 就是說要提醒自己 一定要把它跟醫療現場做連結 讓教授知道說 當我在思考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是站在一個 我要怎麼 用這個精力 來放在我以後的醫療工作上 那我相信 這樣子教授也會認 這個學生在來之前 是有準備過的 在這裡我想用一句話推薦正在 就是 正在讓我知道說 怎麼樣是專業的 口試和素生的輔導 那 他的 不論課程內容 或是他練習的品質 絕對都是手續一致 那相信 如果選擇正在的這個課程 一定可以幫助我們 在申請入學的課程上 期待得勝 非常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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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